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这个局外人突然觉得格外清醒 很多人解读说 如果没猜错 中国的教改方向将是对标德国 作为一个经历了九年医务教育和高考 后来在德国生活了十三年的人 我对这两种教育体系都有一些了解 我同意对标德国 但坦白地说 恐怕不是很多人想的那种对标德国 今天就放开胆子聊一聊 对标德国意味着什么 未来究竟可能从哪方面对标 很多人一说起德国教育 第一反应就是放养 佛系 素质教育 快乐教育 一说起中国教育 先想到的就是竞争 排名 分数 死机应备 应试教育 其实 现在中国的KER教育体系就是源自德国 普鲁式教育的特点是 强调分工 纪律 标准化 当年德国人发展教育 初衷并不是培养出可以独立思考的灵魂 而是大量炮制忠诚且易于管理的人 这种标准化的教育模式 为德国的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 为什么呢 国家要发展工业 工业需要大量工人 作为一个合格的工人 应该具备什么素质 没错 分工 纪律 标准化 反账肯定不是什么创新 灵感 批判性思维 后来 苏联人学习了普鲁式教育模式 按照自家情况 量身打造了更严格的选拔制度 再后来 中国又从苏联大哥那学来了这种教育经验 也就是我们沿用到现在的应试教育 就是这个被今天的人诟病多年的应试教育 让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 在最短时间内 以最低的试错成本 成功转型为了工业国家 为今天的经济腾飞和国际地位打下了基础 现在问题来了 既然是同根生 为什么德国教育和中国教育 给人感觉上这么不同 中国人重视的教育 特质高等教育 赢在起跑线 十年寒窗苦读 为的是有朝一日金方提名 考上大学 家长可以接受孩子注定是个普通人 但不能接受孩子是个没考上高中的普通人 众所周知 这个无法接受的事实 将会在中考后落在一半的孩子头上 很多人说 初中毕业就分流 50%的高中录取率 这些才是家长焦虑教育内卷的源头 只要50%的淘汰率不变 不管培训班怎么进 该卷的还是会卷 这不是癥结所在 论分流 没有比德国更凶残的 德国小学毕业就分流 而且 德国有16个州 其中15个州的小学只有四年级 也就是说 四年级一读完 十岁孩子就面临人生第一次分流 这次分流 让孩子们走上两条不同的路 简单地说 一拨人奔着大学去 一拨人奔着不上大学去 奔着大学去的孩子 就读于文理中学 这是接受高等教育的必经之路 当然了 德国的中学体系非常复杂 不是一句上不上大学可以概括的 这里不展开说了 德国每年上文理高中的孩子占多少 不同州的数据不同 我翻了下联邦文化部近年公布的数据 在40%到50%区间内波动 各位 四年级就分流 40%的孩子读文理中学 不知你读到这里 是不是想隔空喊话德国家长 还不给我卷起来 分流比中国更早 录取率不比中国高 十岁就给人生定了性 按照朴素的思路 德国家长应该更焦虑 德国教育应该更卷在对 事实并非如此 为什么 因为 那50%到60%将来不读大学的孩子 并不是被教育筛掉的一群人 也没有被任何人放弃 相反 他们的教育会被高度重视 不上大学又何妨 首先声明 我不是德锤 有一说一 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非常成熟完善 可以说是世界的榜样 不管你是切钻石还是修飞机 当幼儿园老师还是油漆工 管仓库还是管账目 卖眼镜还是卖猪肉 开药店还是搞运输 做酒店大堂经历还是在工地弃砖 都可以得到全面 正规 标准的职业教育 这个职业教育不同于职业培训 不是说你接下来要管仓库了 就让师傅带你参观下库房 安排几天时间说下情况就完事了 而是为期两年到四年的正规教育 德国有426种职业教育方向 根据职业性质不同 学制从两年到四年不等 职业教育不等于出来当篮里 很多职业学校毕业的学生 从事的工作在中国需要用大学文凭敲门 从会计到税务员 从程序员到人事专员 从市场营销到工程绘图 接受职业教育的人 一样可以和读过大学的人 坐在一张桌上喝咖啡 德国职业教育的成功 成功在双元制上 双元制的意思是 你可以一边在学校学文化 一边在企业接受技能培训 理论实践两手抓 无论是坐办公室还是进车间 你都可以在职业教育期间熟练掌握技能 熟悉公司文化 还没毕业 你的半只脚就已经踏进了公司 德国博士网站上的学徒广告 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 绝不亚于对高等教育的推进 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中 有一条就是 德国所有企业都可以和职业学校联办教育 只要你联办 每培养出来一个学生 政府就补贴给你 4000到6000欧元 德国有200多万家企业 接近50万家联办职业教育 大多是西门子博士宝马保时捷等大中型企业 接受双原制职业教育的学生 不仅积攒了经验 还能从企业那里领钱 毕业后留在企业的比例高达70%以上 真正的用人单位抢着药 德国是各州自治 但这个联邦职业教育法是联邦立法 意思是全德国通用 联邦政府每年储备 4.5亿欧元预算来搞这个事 可见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之高 在德国 职业教育是一种选择 而且是一种还不错的选择 并不是被几下独木桥后迫不得已的任命 而中国目前的情况是 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接受高等教育 而职业教育呢 似乎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 是给落榜的孩子找点 是做的一种勉强拖地 德国对职业选择的观念是 无论你读大学还是上职业学校 毕业后的工作都应该与专业高度对口 懂一行 干一行 你说你从名牌大学毕业 喜欢孩子 特别想去当幼儿园老师行不行 不行 先去接受 四年的幼师职业教育 并不是你接受过高等教育 你就可以做职业教育对口的工作 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 不是水高水低的关系 而是两条平行 平等的路线 德国政府深知职业教育对工业国家的重要性 在宣传职业平等上不遗余力 在德国生活过的朋友 前些年应该在地铁里见过一种宣传海报 衣着体面 精神状态饱满的年轻人 身穿各种职业的工装 面带微笑看着你 上面写着一行字 我是学徒工 近年见得少了 更多的是企业招聘学徒工的广告 这种正面宣传在民众心里种下一个印象 职业教育是一个不错的出路 另一方面 德国的税收和薪资制度决定了 无论你上不上大学 当白领还是当蓝领 收入差距不会特别大 德国有个段子说 德国富人和穷人的区别是 富人开自己的游艇度假 穷人租个游艇度假 这个比方有点夸张了 但可以侧面反映一个是任何阶层的人 都可以靠劳动过上体面的生活 靠自己的专业技能吃饭 在社会上不会被歧视 爱 金钱与孩子这本书里面有一个调查 很值得一提 在日本 只有34%的日本家长认为勤奋学习很重要 而如果你去问中国家长 这个比例是90% 但日本也有和中国类似的高考之多 日本学生的考试压力也不小 大学也分三六九等 考上早到田大学也是件很有面儿的事 为什么日本家长不那么焦虑 因为日本的蓝领阶层收入不低 整个社会的总体收入差距不大 早到田大学说白了 知识改变命运不假 但就算改变不了 我的命运也不会太差 当一个国家的蓝领阶层收入越高 家长的心态就越放松 教育内卷的问题 永远不只是教育的问题 很多人听说进培训班 第一反应就是 就怕一对一会活起来 就怕不克制能转低下 就怕自己教不了 说来说去 还是没弄清楚教育的本质 有人说 教育的本质是筛选 我不赞同 你可以说中考高考的本质是筛选 但这肯定不是教育的本质 也不是学习的本质 我一个在德国的华人朋友 曾打电话给教育局投诉老师 因为老师课上不怎么教 总让学生自己学 学不懂才问老师 作业也连着几天没批了 教育局缓缓道出一句 教学的目的是不教 学习的目的是自学 这就是教育的本质 没有哪个成绩优异的学生 是被老师家长死死盯着补习盯出来的 学习靠的应该是兴趣和内趣力 教育的本质是自我教育 而培训班的存在 就是让教育越来越偏离这个本质 是的 路还很长 只是进培训班无法消除内卷 但起码让教育更接近它的本质 很多人把消除内卷的希望 寄托在高等教育升学率上 我个人认为 这是很不契合实际的愿望 高校扩招 把高等教育的饼摊大 看上去确实很诱人 但等着拨学生毕业就会发现 社会并不需要那么多大学生 就像印钞票会导致通货膨胀 让钱不值钱 高校扩招会也导致学历通胀 让大学毕业挣不值钱 高校的门槛是低了 职业的门槛却高了 于是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现象 大学毕业送快递 说是毕业占前台 不是瞧不起送快递和占前台的职业 而是这样的结果浪费了太多资源 德语里有个词叫Unterfordity 意思是这个工作不适合你 因为对你来说太简单 你是金融系大学生 想在德国的公司里求职一份行政秘书工作 复印文件订酒店 总可以胜任吧 你一定会对去 因为这些工作对你来说太简单了 Unterfordity 学无致用 是一种严重的资源浪费 对社会和个人都是 综上所述 我猜测未来 十年中国教育改革的方向应该是 给职业教育雪中送炭 而不会是给高等教育锦上添花 德国职业教育体系是全世界的科代表 这才是德国教育真正值得对标的地方 对标到什么程度算成功 当家长说起百分之 五十的高中 录取率不再紧张 当职业教育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任命 当每个职业都可以得到同等尊重 当各阶层人都可以靠劳动过上体面的生活 虽然听上去很理想 但也是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